气象局预计是在下午5点半的时候 针对恒春镇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不过是逢着大潮就怕台风会带来大雨 让民众的住家再度淹水 所以台东施工所是在下午的时候 发放了2500个沙包 每个人限量领取5包 这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排队领取